当两个人民调非常接近的时刻 川普和贺锦丽比赛的第一个就是支持者的热情 谁的支持者投票率比较高 第二个比赛就是谁犯的错比较少 所以我们在上礼拜特别做了一个专题告诉各位 事实上他最重要的幕僚不是拜登的幕僚 他刻意的把拜登和他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他也要当真正的领导者 他也没有用奥巴马的幕僚 他用了希拉瑞还有克林顿的幕僚 对他而言这是比较安全的 他会成为真正的领袖 如果他当选的话 而川普在这个礼拜一个坏消息 就是一大批共和党的人倒戈支持贺锦丽 这里头包括了美国的前总统小布希的幕僚 还有美国前参议员已经网声的 张麦康的幕僚 另外就是Romany 这几个过去在共和党里头 有的是属于前总统 有的属于共和党的英雄 有的是重要的政治人物 他们的幕僚虽然不是他们本人都倒戈支持贺锦丽 这是川普的坏消息 川普的好消息是来自于夏威夷的重量级的前议员加巴德 他公开支持川普 他支持川普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支持川普破坏民主宪政 也不是堕胎权的问题 而是他认为他在夏威夷那个地点 作为一个美国很重要的主要的军事基地的夏威夷 他反对美国不断的介入战争 所以他希望美国变成一个不对国际干预的一个大国 这样美国的经济跟未来才有它的可能性 而且他也不认为美国过去的国际的干预是完全正确的 所以这件事情在外交政策里头他支持的是川普 而不是巴德现在介入很多国际军事 虽然没有派美国的军人出去 但仍然进行了相当多的国际干预 他认为他支持的是川普的国际不干预主义 而且他希望透过这个不干预主义 让美国的国债可以下降 让美国的预算赤字下降 然后让美国的经济变成施政主要的一个重点 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是小布希时代的副总统叫Channy 她的女儿叫Liz Channy 她曾经是共和党第三号人物 由于跟川普不合 而且她跟川普反对了很多不同的意见 在那个时候川普执政的时刻 她和共和党完全是属于分离的状况 到目前为止她没有表态支持贺锦丽 人们说她一个可能性是等到最后才支持贺锦丽 或者是她等待川普落选 她认为川普落选的几率很高 在这个时刻她可以恢复共和党过去 该有的共和党的面貌重组更厚大 目前为止我刚刚提到双方差距这么小的情形里头 就是看谁犯的错比较多 贺锦丽虽然她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人们一些人认为她真的没有深入思考 跟领导国家的能力 但是她犯的错没有川普多 因为川普不断的用粗鲁的言论 一直在攻击贺锦丽 在她的social media 在她可以发表言论的一些造势的公开场合 她正在流失相当多的郊区的女性的选票 当民主共和两党嘉年华士的拳戴会提名 各自在高潮中画下句点 一场史上最不可测的总统大选 正式进入最后阶段 Well thank you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campaigning in battleground Michigan addressing an annu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Guard Association as he seeks a second term as commander-in-chief And it's why I'm here today Because America's future is under threat Like never before Right at this moment 谁也没想到川普下出民调和募款领先的优势 会在短短五周内全数抹去 他虽然在暗杀事件中幸存 对手拜登却意外放弃连任 一个曾在他眼中不是对手的副手贺锦丽 还从接棒登板开始一路好球 甚至带领民主党反手为攻 于是这星期 川普从威斯康星密西根开拔到宾州 试图把四年前拜登抢走的篮墙翻红 贺锦丽则是从亲川普的乔治亚州出发 搭乘大巴 狂扫黑人为主的农村郊区 开拓270张选举人团票的新路径 贺锦丽团队不会延 这是一场没有路线图的比赛 以往外界关注的十月惊奇 如今短短十天都可能逆转选职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导 一封带有背书性质的公开信 本周一在今日美国上发表 超过200名前小布希 麦肯及罗姆尼的幕僚 具名支持贺锦丽 换言之 越来越多共和党人倒戈 因为担心川普连任 会伤害美国民众 削弱美国的神圣机构 文中写道 2020关键摇摆州的温和派共和党人 及保守派独立人士 是确保拜登胜选的关键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决定 再次将国家置于政党之上 几乎同一时间 前民主党众议员贾巴德 也宣布不支持自家候选人 改挺川普 这位来自夏威夷的女议员 曾多次对美国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 提出批评 公然赞扬 川普减少美国海外军事介入的主张 他与川普有着相似的民粹主义立场 反对美国在国力日渐示威下 介入他国政治 加巴德对民主党失望 某种程度上是美国民意的主流 也是继小萝卜甘乃迪之后 民主党第一位倒戈的大将 但其冲击力却未必会改变选举结果 川普一直想聚焦拜登执政期间 阿富汗撤军处理不当 痛批使政府无能酿成灾难性后果 但事实是 小布希任内开打的两场海外战争 该如何画下据点 从欧巴马到川普 一直是烫手山芋 拜登在竞选连任的辩论会上 也必谈撤军规划不善 而是聚焦自己阵内 没有一个美国军人在海外死亡 当川普阵营发现 三年前的此时 科布尔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 酿成13名美国军人丧生 立刻规划把炮火聚焦这个新战场 这原是他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 献花致敬的原因 却没想到幕僚与公墓管理人员 意外发生言语及肢体冲突 迫使军方罕见发布措辞强硬的声明 强调阿灵顿国家公墓 从来不允许拍摄影片或照片 更不会授权任何人 出于党派政治或募款目的进行拍摄 英国卫报日前撰文提问 川普你还好吧 因为近期她对贺锦丽崛起的疯狂反应 也引发支持者担忧 向来倾向共和党的福斯新闻发布民调 发现贺锦丽在拜登陷入困境的阳光带 已翻转险盛 更让川普怒不可遏 于是她在自家社群媒体发动了一连串 淫秽粗鲁的言论 甚至用照片影射贺锦丽与希拉蕊之间 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 暗示贺锦丽是靠提供信恩会取得副总统职位 更被认为会对选情造成负面冲击 那当然是造成负面冲击 它是不建立的 但尤其是在那些抗震的國家 所以 哇 現在不明顯多少選手們 會批判得到 這就是那種事情 那些人想特朗普贏 但可能跟他不溫馴 真是不激烈的概念 賀錦麗沒有時間開心 事實上 她正在試圖延長 她與選民間的政治蜜月期 雖然川普陣營意識到 9月10號辯論前 任何努力 恐難 扭轉 民主黨那種充滿希望 不要回到過去的歡樂情緒 但英國衛報提醒 川普充滿諷刺的話語 及大量令人困惑的虛假言論 不僅在2016 擊敗了對手希拉蕊 更在2024年擊潰了拜登 9月10號那場辯論 依舊可能讓賀錦麗陷入危機 考驗她政策的應對能力 及能否對抗 來自川普這等兇猛對手 後續發動攻勢的壓力